好的各位觀眾歡迎回來收看DreamHack Season Final的比賽 這邊來到八強第三個對抗有Parting對上Clam 第一張地圖是來到Romance 右下角藍色的是Clam Clam大戰Wong Lee Sunk 左上角紅色的是Parting 各位聊天室的各位問一個問題啊 剛剛我有一個朋友在跟我聊天啊 他跟我說現在大學已經沒有聯誼這種事情了 是真的假的 聊天室的大學生可以跟我 可以跟我克服一下嗎 到底是他在騙人 還是說現在真的沒有這種東西了 到底是他在騙人還是你真的沒有這種東西了 我蠻好奇的 我很好奇啊 假的 疫情 是 是 是 看起來知道 他是邊緣宅吧 喔 防疫期間 那沒有沒有我們 我們我們我們 我們舉個例子 如果今天不是防疫期間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這東西 就是你們在 你們在 開始這個疫情之前 還有這個活動嗎 直接又有什麼好聯誼的 我也這麼覺得 我聽到的都是這個 我聽到已經是沒有這東西的 所以 感覺好像一半一半吧 好吧 目前看起來應該統計下來應該是一半一半 還是其實是有 但是說已經不是那樣 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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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可可可可這盤是一個 先 先 VF的開局喔 對啊 奇怪 我記得PARTY對於兩棲卡有很多很正對的打法 上來先三遍贏,你不來我就幹你,你來我還是幹你 我們指的是方式是不是跟以前已經不一樣了 VS也在外面 為什麼買CLENDER的那麼多啊,都不想贏的是吧 幹嘛 他們相信的是名牌啊 這個是最新最時尚的名牌 這個是Apple手機 這個是Apple,星星品牌 可是這個是打蟲族的Apple 沒有沒有這個是 但他對面這個是這個叫 這個已經過氣了 過氣,他對面這個好歹也是什麼 我去想一下講哪個廠商不會得罪 也是那個古卓好嗎 他這個是那個啊,Nokia 3310啊 Nokia 3310很硬是吧 到底在戳藥神嗎,沒了吧 這個應該就沒有了吧 我記得是沒囉 這個連我那個時候都沒有了,都很少 對啊 那個是我媽那個年代才有的 那個連我那個時候都很少了 HTC不會啦 這個Pudding最早是個三星那個 Node系列的吧 應該只有這個Node 10 Plus 來來來,丟火車 同時火車遇到一個開礦VR 我跟你講這個只要守住就炸油 但如果沒守住 就只要被燒超過10個農民 那Pudding就列了 OK 欸直接穿去三礦 殺起來殺起來6個 再來7個 上去 主塊應該沒有電池 完了 要10個以上 喔 完了 完了 欸奇怪 為什麼KRAM敢打這種打法 Pudding在GX上面 不是都是 三杯銀線幹一波嗎 啊 KRAM遇到 我發現這些歐美人也是不管的 喔是這樣嗎 他們想打什麼就打什麼是不是 OK 除非你的實力跟他很明顯落差 好 先講到了 因為Pudding去列的時候 遇到單光開 基本上他就是 都是外面也一個兵 都要直接三杯銀先打一波塔 所以理論上來講 這個局面 只要KRAM是跟 哎呀 只要KRAM這個開局 Pudding在外面也一個兵 他是很有覺得被一波推死的 對啊 不過他的想法也有可能很美 就是他想的是說 就算Pudding這樣打 我還是可以把他收住 家裡守住 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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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他想的是這樣 好啦Pudding這邊要反打 但是人家家裡 槍斃已經很多 就有坦克還一台車 我已經敢在照了 OK 現在女生的車都比我都好了 喔那這倒是真的 我還在騎那個傑安特你知道嗎 喔不好意思 我沒有傑安特可以騎 我只能騎那個U-Bike 原來NICE都是騎傑安特吧各位 聽到了嗎 傑安特不是你在騎的嗎 我不騎腳踏車了 你哪沒騎腳踏車 我只騎U-B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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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像你家 隨便兩台U-Bike 一台跨房間一台跨客廳 我家如果隨便兩台U-Bike 你現在檢舉我 我應該就被台北市政府抓走了 我不是U-Bike 姦安特 O-Bike O-Bike是什麼東西 這可能是宜蘭的U-Bike 是這樣子嗎 U-Bike啟動那當然 可以的好嗎 你是不是欠ban 我有時候GSA播完 有時候不想太早回家 還是會騎個U-Bike 騎回家的 對不對 吹一下風 看空氣 阿菲卡騎到你家 當然不是從阿菲卡 從公館 我跟你講曾經 所以你還特地 你還特地U-Bike做到公館 什麼 大捷運到公館 公三小 我也是特地騎 特地 沒有沒有我跟你講 曾經 曾經我有一個朋友 真的跟我 討論過我們要不要 騎U-Bike 回家 但是後來想想 後來想 算了 有點遠 會騎很久 曾經我有一個朋友 我們有討論過這件事情 扣 摩托車不是很方便嗎 沒有摩托車阿 我們 又窮又酸又窄 又窄 怎麼會有那麼Fashion 不是嘛 我要摩托車幹嘛 我來送我外送的 有摩托車就好啦 對不對 不是一台摩托車 現在一台摩托車也是 多少 七八萬 七八萬塊吧 對啊 夠裸也要七八萬 你要算 算油錢 電錢 對啊 那麼貴 什麼補助講的多好聽 對 對 拿一個必小心 你看他落後40人口 來我來看他就怎麼辦 一個必小心出了車禍 怎麼辦 你賠嗎 打不了比賽你賠嗎 對 對不對 哇這個圍巾 哇這個多像打起來了 哇 怕你這個落後人口有點多 他現在真的要閃電全中才有機會贏 其實講到你如果怕你剛剛是先補兵營再三開的話局勢應該會好很多 因為他這樣他這時候應該會只落後20人口而已 哇 等一下這個切三近地還 哇可樂人在怎樣 去了 多吃人 你強勁注意點 就是他很開心 賭盤沒關 沒差啦 比我這台第一場而已 對啊 包五是贏第一場的人贏嗎 有種 現在我跟你們講買怕你就是前地鼓啊 車禍的底培已經不外 我有個朋友他出了車禍他還是陪對方的 我不知道他到底怎麼幹 他很厲害 那可能是他去撞對面喔 沒有沒有沒有 人家撞到他然後就他陪著對方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可能是 就對面很兇 然後他就聳了 然後聳了他就陪著對面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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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 我說 他回來是說 他說他出之後他被人家撞 我說這怎麼回事 他就跟我說 喔我陪 他就說我被人家撞 我說啊那他陪你多少錢我陪他兩萬 所以有車真的挺方便的 不過要是你真的在就是 像我我我我家這邊是 就是公車捷運都超級方便的 那 主要是你要看你平常需求 我們如果是立場的時間 我們要上下班 而且我們又沒在出門的 我們就一個禮拜出 頂多一次GS 最多就兩天GS 就兩天了 哎呀我走最遠就走到我家巷口 那早餐店去跟阿姨見個面而已對不對 對啊 你就這個距離而已 是要走摩托車 對啊 我們就湊酸廢宅 待在家裡 打我們的電動 我們可以 不然我們 我們可以去買那個 模型車啦 雖然不能開不能騎 但是 可以跟大家說 我有車 說我也有車了 對我有車 聽的太奢侈了吧 呵呵呵呵呵 這樣子 Claim上來 先騷擾一輪工兵 直接一波帶來 會不會有Claim3比0啊 不會吧 真的不會嗎 不會吧 Claim3比0我們就可以看 Duck怎麼捶Trap 時間快轉到 Duck把Claim3捶爛 我想想看 下次NICE去我家 就不用做大眾 他不會來我家 我去他家幹嘛 他不會來我家 說啥呢 他家很遠你知道嗎 對啊 他家坐到我家 UBER要做790M 你怎麼那麼專業 你忘記 上次我被北街巨大的故事了嗎 呵呵呵呵 就是那一次才告 才讓我知道了 原來從你家做到我家 需要多少錢 這麼看不起Claim3嗎 這不是看不起Claim3 我是看 是太看得起Duck了 我猜 我猜要講出 看太 我真是看不起神奴 呵呵呵 為什麼他被北街巨大 因為他那時候發燒啊 他沒發燒 沒有我沒發燒 他只是 我是那種過敏之後 我過敏我會一直打噴嚏 他只是噴嚏打噴嚏 他只是噴嚏打噴嚏而已 一直打 而且我聲音是很大的那一種 然後那時候是剛 好像是2級 準備要3級的時候 那時候剛開始要很嚴重 對剛開始要很嚴重了 對剛開始要很嚴重了 大家還可以聚餐 但是 但是已經開始有那個聚在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北街的那個戰務長 我那時候去北街的路上 我還是一直在打噴嚏 然後之後那個北街的戰務長 他那公館的那個什麼戰務長 保護不是很清楚 他就出來跟我說 先生不好意思喔 你這個看起來真的不是很像是只是過敏 為了那個什麼 疫情的安全考量 我們沒辦法載你喔什麼的 重點是 重點是 你還看起來一點死人樣啊 對啊 那沒辦法啊 我看起來真的像這個必然體 你知道嗎 我真的覺得那時候我是細菌人 人家的考量 所以我也沒有嘴他們 我只是覺得說 我了解你的苦衷 OK 剛才一次我好聰明 你私底下也不是這樣講的 不知道我說什麼 我不知道我忘記了 我上知名明明就是說 我尊重每個各行各業 你不要這樣子 我跟你講 OK 看以後是一個單框開 而且Clan蓋了兩次 B1 Party拖兩次農 這樣有賺嗎 嗯 很升級 打斷贈務員比良 不會不會不會 那是上新聞耶 知名亞運銀牌選手 北捷不給他搭捷運 他就打到人家的鼻子 打噴張部長的鼻子 要來野兵贏了吧 野了吧 再不野 幹死他 告訴他 我們王莉莎 不是好欺負的 可能是槍兵 然後出一台車是不是 有可能啊 沒有他應該還是要出火車 他應該先鱔虎出火車這樣子 他都掛科技了耶 出車了啦 掛科技 他掛反應爐吧 你到底有沒有在看啊 我比你慢啦 喔 你為什麼每次看一看 我看到twitch了啦 你為什麼每次看一看都可以比我慢 喔 我覺得每次都看到twitch了你知道嗎 唉 那你們就知道我這個神豬有多專業了 我看twitch賣你們快一分鐘的畫面 我可以跟你們講解一樣的比賽 我想說奇怪 這就是專業啊 聊天室 好啦三兵押過去了 然後這邊出一台車 但這台車沒什麼用吧 出車出坦克然後兩兵贏 這是最穩最穩的開局喔 押過來 我看這也是個很神奇的一個開局 就是全世界基本上只有clan在用的一個流程 就是他會出一個車 然後帶槍咪壓過來 會不會反而是clan把padding算死啊 講道理 目前他看起來真的很像是在把padding算死 MASAKA clan也有個狗頭軍師在把他出謀畫策嗎 什麼 我已經知道那個GS那個人是誰了 我也知道啦 馬哥跟我講啊 那個人就是 那個真的是AX的教練 還好 還好你已經不在AX了 不然我估計你會被他氣死 媽 所以那個人對他們講了什麼 我不知道 還是他管不到你 沒有 他是 他是我們有一個 不是我們有一個 我前東家有一個教練 你懂嗎 他是上去傳話的 然後他是負責韓國人 所以他不會氣到我 你知道嗎 就他們有一個江湖樹 有一個教練 就那個教練真的是很牛逼 你知道嗎 然後上來什麼都沒打到 clan的打折已經在升了 parting現在的科技整個落後很多 下VB 你又比我快喔 我的天啊 我在4分47 48 49 50 一樣一樣 你為什麼我沒想到這一次時間 到底在幹嘛 我沒在幹嘛 我就只是切出去看聊天室回來 他就慢了 你不能做這種事情 有在尋找新的OFT那個嗎 不是 有兩個 有一個還可以 上次給我資料 就是給我資料那位大哥是 那個在掃新的工作的那位 然後我說的是另一個 你們一定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但那個人很屌 有什麼屌 那個人真的是吃好爆起司 為什麼 他上來跟我說 你打哈斯你就只要在家裡憋著你就會贏 然後你把什麼什麼細節做好 哈斯什麼什麼細節會做 然後他跟我講了一遍 然後我那天那個哈斯上來打個3比0 所以你現在就怪他囉 阿不安了 阿不安了 你說我都照著你打的阿 就這樣嗎 我都阿 嘿嘿嘿 這種道理阿 阿不安了 這種道理阿 他講的偷偷是道阿 然後哈斯完全沒有做他上面做的事情 我最近跟他講說 哈斯在打就是靠他的心情想怎麼打就怎麼打 他真的不固定 他說不不不 他有一套規律 你請你相信我 我是專業的 I'm poor 那你說了之後你問他 你沒有問他 阿他怎麼沒有照你說的做呢 沒有我沒有問他 我就後面他發給我的訊息 他就後面他也不敢密我 然後我也沒有發訊息 他也知道自己做錯了是嗎 我不知道 好看第一波槍兵袋坦克已經走出來了 派井先出來解 解解解解 不是我封鎖他 沒有我沒有封鎖他 他前兩天還有來跟我拿哈斯的replay 因為哈斯不是要用個小組的時候不行 這是我是哈斯的佔友 但其實只是因為他是那個人來找我 換個人來可能就不一樣了 哈斯聽到了沒,內賊在這裡 幹嘛,我又沒有內賊 內賊在這裡 還是其實你是雙面賊 我有什麼好處嗎 如果雙面賊有錢,那我就去當雙面賊 但可惜沒有 可惜,他有想到 好進去啦 上面有一個電池 但是好像冰還沒有回來 應該可以殺個五個以上 上述大人 蛤,怎麼了,五個以上啊,我沒有說錯啊 五以上都是我隊啊,六個你看賺 真的是上述大人 真的啊,他死了一船槍兵耶 我覺得以平行的角度來講他是沒賺的 怎麼叫我是專業的,我怎麼會相信專業的人 你這話講的就不對了 就是因為,我剛加入AX 所以我以為人家是專業的,你懂嗎 沒有啊,我跟你講 這時候就要再跟你講 你要有自己的判斷 有啊,我自己有判斷啊 我選擇相信隊友啊 火影忍者告訴我們 故事不就是信賴嗎 他又不是名人 相信 我以為他是名人啊 那沒辦法啊 那沒有辦法啊 那沒有辦法啊 你是大殺人騙了啊,沒有辦法啊 我就應該,我就應該要打出哈斯的張笑 我就把他打成名人 我說失名的那個名 哦,原來是這樣嗎 哦,這邊有一艘槍兵 但趴地 哦,有一個神尼納看到了 趴領這邊 其實現在在局面上來講 Claim在出圍巾 看他後面出地雷 哦,出地雷 如果他出地雷的話 他應該還是覺得要打贏你 他不是要選擇打一個三控一波的 然後趴領這邊的引刀也很快 這局面應該可以很穩定的進入到終結啊 現在就看到你後面的防守跟進攻拉扯了 趴領這打包我怎麼曾經在一個人身上看過 誰 他打會不會生閃現 我會是MAXX啊 你相信我 他打的絕對比MAXX成熟多了 哦,可以這樣嗎 那個MAXX的中間 誒,他生了啦 可是PARDING有2B啊 PARDING這個閃現只是 我有機會去用 剛才說他不會生 然後現在又說 對不對 他不一樣他不一樣 你不了解我 你不了解我 這樣是他了 我很了解 那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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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生非比生你知道嗎 你不能看人家生了 你就覺得都是同樣的啊 我問你 同樣都是生 你以為這兩個生是一樣的嗎 不,這不一樣 那哪裡不一樣 你可以用你專業的嗎 他你下了兩個VR啊 所以代表說他那個生 只是為了未來有機會再來拿來用 而不是一定要用 MAXX是生了 但他一定要用 因為他的一個VR 這就是差別 各位有沒有MAXX的VOD 我檢查一下 MAXX到底是一個VR 我跟你講,如果你們去找一個MAXX 下兩VR的 媽的我請拿回珍珠奶茶 來,快點 我的珍奶就靠那個VOD了 我跟你講 最近他在比賽我全看啦 聊天室找一把 MAXX進入到這個局面 有時候省心你的 應該是兩個VR的 對 快點 找出來 NICE請你喝珍奶 什麼他每次都一個 完蛋了 這多一個喔 我跟你講 趴婷還是比較成熟一點 你知道就是 這局面上要講 MAXXX在打他一直覺得說 我要用 你來進攻我 然後我用閃電影調 就把人家砍了 這理解是沒有錯 但是他的 他在打的時候 就是如果像 可能動等級的人組 其實你只有一個VR 你真的是扛不太住他的正面 你知道嗎 你需要兩個VR的球 才有機會扛不住 所以你的騷擾就要 減少一點 不能那麼多 那一招為什麼要打 MAXXX特別準 因為MAXXX的那個 防守後面 真的是乾他賽 你知道嗎 我再問一個問題 那他那是哪一家 珍珠奶茶他最貴的 靠腰啊 不是他已經講了一個而已 你在說啥呢 沒有啊 可樂要衝了 他要衝了 不是他 對啊 他衝上來 衝上來 他很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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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覺得 MATESX這樣衝上來 他把自己衝直啊 不是啊 萬一找到一場 還是賺啊 所以先問一下 哪一家最貴的嗎 哪一家最貴的 呃 春水糖 你怎麼那麼專業 你忘記 我們兩個去喝過春水糖嗎 一杯有夠大 對啊 其實春水糖 我覺得他貴 我覺得我是能理解的 太大了 就他其實很大杯 然後料理給的很足夠 等一下喔 帕迪這波衝上來 欸欸欸被包夾了 Clan 喔不還有一顆這包球 沒有炸喔 上面那一顆 他被打了一波超會炸 我覺得剛剛那顆 應該往上炸好了 等一下等一下 怎麼好像帕迪打出啦 等一下等一下 母湯母湯還有一顆球 奇怪 帕迪不是打了一波 看起來很 很會被炸嗎 帕迪有一波插在上面 但是他選擇往下炸 然後下面沒炸到 然後上面的插被打完了 歐買尬 看他賽 你可以打到生理時間水吧 916 看靈不好喝 我覺得 那916 916 那也是老人了嗎 欸本來就是老人啊 916也算年輕的欸 他有時候講話 就很像是我家 那個後面那山莊 那老老母 916不是也是 大學剛畢業而已嗎 看起來已經更年期都過了吧 你看過他喔 他的照片 為什麼沒看過 喔這引道開始砍了 開始砍了 引道開砍 砍起來砍起來 我跟你講只要可能這波 打不死 他就輸了喔 狂戰士進去 有兩個叉過來 再繞 這爆球炸 正面電池 好了 跌光球還在持續的炸 哪一個人把這個小粉絲刪了好不好 對啊 剛剛跟AZ反應 AZ又不刪 喔幹嘛 老闆 這不是城市嗎 打一下就好的事情嗎 沒有嘛 不然就直接手動砍掉吧 我就沒有呈現 你不要再逼我了 我說是老闆手動砍掉 老闆又不在 剛剛在的時候啊 我可能是兩把刀 我把坦克偷了 可以我喜歡 可以耶 可以可以 他在跑走 他跑走了爽 然後可樂家又在燒了 可樂家又在燒了 可樂表示我平常打狗 這隻狗不會引行啊 還不會跳啊 還不會跳啊 欸 哇哇哇哇 哇這銀刀很賺欸 這不會走掉吧 喔應該走不掉 走不掉嗎 沒有沒有沒有 欸那銀刀其實 不盡其用 欸欸這個追劣 等一下 很多自爆球炸了一下 炸了一個光頭 炸了一個光頭 欸可樂沒生二二欸 欸有人找到了 欸有人找到了 他找到了 不行 不行 我覺得 我覺得我是公平公正公開的裁判 你不能找那種 不是啊 你找一個PVP的上來 你是白癡喔 他找一個聖大神嗎 對啊 你說這個是不是來鬧的 可以把他砍了 謝謝各位 對啊 你知道我點開是MAX的大戰Skills嗎 我就快瘋掉了 我在跟你講 大海你在跟我 這已經不是大海跟浴缸了 欸這邊在做數學題 你在那邊填 你在跟我講說我國會考100 對啊 靠北 你這就跟那個你知道嗎 一加一 一加一算出來是一個中 拿英文 拿英文習俗出來寫 然後給老師說 老師我在上課 不是啊 一加一算出來是一個 是一個幹啊 靠北啊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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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找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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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禮珍珠奶茶 找到第一個來找我禮珍珠奶茶 對不對 好這個正面 欸 自爆球很多 但是 他連部隊都自爆球 所以只要沒炸到的話 他還是沒有一個穩定輸出 他不能在這邊久 他不能在這邊待太久 他只要待太久 等他自爆球炸完 可是你找一個機會推上 他就有機會輸的 他現在在這邊耗 然後呢 趕快多線去把MateBase下面的礦給拆了 不要點 還是已經點了 那什麼東西 我已經點了 所以那是什麼東西 噔噔噔 噔噔 啊 靠腰阿 靠腰阿 這個正面 這好像都過去了 你要再端了 這一個正面 哇 把你這冰其實很薄阿 很薄阿 這輸出就全靠這個球 你知道嗎 他這個部隊的好處就是 他機動性很高 感覺Clan快要耗不過啦,兩個都沒錢了 而且Clan這個22這盤比Party慢那麼多,絕對是失誤喔 他這22太慢了 比如說結局打得有點緊 或者是他前面想要為了出解放者導致他的22變慢 但我覺得這個選擇應該不是個很好的選擇 麥克風的雜音 喔那是因為那幾天,因為昨天開台的爆炸了 誰誰昨天開台 他昨天打完高端,打完AZ,人沒啦 然後就G老師突然來開台,然後G老師電腦也要炸啦 然後G老師不行我來開啊,然後我來開也快炸啦 還好不是我開啊,我昨天連網都沒啦 我昨天連網都沒啦 還好不是我開啊 等一下Clan就這一三船兵上來了 但是這三船兵感覺連家裡追都打不過啊 四礦沒二 這就慢慢刷引刀解決不就好了嗎 嗯,也可以啊,反正就是刷一輪兵就可以解決 轉邊Clan,感覺可屁啦 我覺得最主要那個吧 他攻防很慢吧 嗯,對他攻防慢了 這是個比較大碗 但是有可能是他前面為了要出解放者 導致他把錢拿去做這些東西 哇,而且其實趴頂在各種遊走的時候 他的礦其實也是沒有停的 對,就證明兩邊在拉節奏的情況下 其實趴頂的節奏是比Clan還要再快一點的 趴頂打真是好 什麼一個趴頂 講道理我覺得任何一個韓國生豬 打到這種硬拉的局面 應該是不會怕任何一個非韓人豬的 喔 講道理的確是這樣 而且他們每天都在想辦法 要把那個馬路的 所以你要想想看他的對面 欸,你說Clan你們覺得他進攻看起來很強的 你知道韓服有一堆是瘋子嗎 那個B開頭的幹那個真的是條瘋狗 不是阿 神經病 而且你要想韓國人這些人 他們每天都在想辦法突破那個盾阿 突破 韓國有個盾你知道嗎 那個M開頭的那位先生 這韓國人他們必須要想辦法曠開得快 然後節奏也要打得起來 才有辦法突破那個盾阿 不然打不過的阿 真的 所以質問拉節奏這件事情 韓國人絕對是不須任何人的 哇你好棒喔 記得來找我領阿,有時效喔 你九月底前面來找我領就過期囉 他說他給我阿 他要給你 他給你,這東西不能轉讓 這實名字 他說給我阿 這實名字 他說給我阿 這實名字你聽懂嗎 他說寄到我家,他會來拿 沒有,實名字阿 他說寄到我家,他會來拿 不要,我要本人來找我領阿 這種東西是心意好不好 哇,是這樣嗎 哇 我們要寄給你阿,你要來找我拿 這是心意 你好沒誠意喔 我很有誠意好嗎 下來找我拿 欸我給你一個月時間夠了吧 你美國飛回來是要多久 不然 要以後來去過美國 不然他去美國 隨便買一杯珍珠奶茶 然後跟你請款怎麼樣 我想一下,我當年在加拿大喝的那杯珍奶多少錢 好像,我要喝了五美金吧 也不多阿 比村子糖便宜欸 媽 沒有,好像不只五美金 我那天好像喝,我那天好像喝 我那天好像喝,我那天好像八 還是八加幣忘記 我覺得 比 還是 可以阿,我覺得可以吧 好阿 你自己說一杯珍奶的阿 你不能這樣點 你現在去買,買完來找我請款 買完把你的PayPal丟給我 然後收據給我謝謝 發票 發票對不對 發票喔 對 對阿 就給我,我PayPal匯給你 你差點就變賴皮珠了 不會阿,我從來不會變賴皮珠阿 媽的,上次那個雞老師在那邊唬爛 這個雞老師賴皮珠 對阿 這話屁啦,沒引刀 欸?欸?欸? 欸?欸? 欸?欸? 欸? 抓到囉 抓到囉 想用假東西騙我阿 想滿天過海阿 想滿天過海阿 以為兩臂要 沒 哇 沒引刀阿 有阿,剛剛就說了 他要生省線 他要生省線引刀 他要兩臂阿 他要生省線要兩臂阿 不是跟PayPal丟一樣阿 我們從一開始規則就講好了 說阿 這一件 喔 所以現在你要敢給我一杯了吧 沒有辦法 這一件 被自己的兄弟給賣了 我跟你講我明天去穿嘴堂買完 我會給你請款的 這件被自己的兄弟給賣了 好啦,第三張地圖來到氧化物質 又真的假的紅色是帕帝 主要是藍色是Clem 剛剛 大戰了 大戰的 那個光靈大戰的這個 十幾二十分鐘 對 主要是Clem在跟神竹拉的時候 他跟馬路他們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他真的要快 他也沒有避運那麼快 你知道嗎 但是 你說他在 防守的情況下 他的防守又沒有馬路做得這麼好 就他不是會 就例如說馬路進攻 他是打到一個神竹可能會很薄弱的點 他是去進攻人家最弱的地方 Clem不是Clem 就是我要打得很快 所以呢 我硬是用很快的節奏去拉出一個口 但是韓國已經有一個人就是避暈 他每天幫這些人訓練的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這些人是不怕這種那麼快的事情 就是你在韓國現在的神竹 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應付快節奏的PBT 你的快節奏PBT 如果你卡不住的話 你基本上也是不用在韓國混下去的 所以Clem這種風格 遇到韓國神竹會打得很不好也是這個原因 他是當空開 我幫你這把 我幫你這把 他你要把空 他要把空開在三框 太屌了吧 追獵 空門 OK 再來也是BG 奇怪你是不是都比我快了 我看的是教室欸 抱歉 欸 可能我剛剛演花了 我剛剛應該是演花了 追獵可以看的教室就是重組嗎 我應該是演花了 啊兩個做得一樣快啊 沒有辦法啊 不是這差那麼多 一個是咖啡色一個是藍色欸 演花啦 你認真的不會考駕照啊 我已經有了 抱歉 你這個駕照自己也換了吧 我有 我每天 每天去上課啊 很認真啊 所以就上教訓班嗎 不然欸 每天早上 去那邊開個小時 我教練就在我旁邊睡 然後他就不擔心你開車你會去撞到牆是不是 你知道 你知道前 前 前三四天吧 他會醒著吧 所有該交的交板 後面他都在睡 那他還敢坐在你的車上 還敢死 你是新人 啊不是啊 那個教訓班你就算撞 你能撞到什麼東西嗎 不是啊 那還是很恐怖吧 他就是很放心 我開得很穩 還是其實你沒有在動 他說你不要動了 他說你不要動了 他說你不要動 你知道嗎 你教練直接沒出現 對啊有些教練直接不出現 他前面幾天 上來吧 幹我們花錢請他們幹嘛 你可以跟教練們complain啊 那complain 那我們怎麼不去complain 你說這教練都在睡 幹我請他來布擺個西瓜 啊不是啊 啊我就在練啊 有問題可以問他 他是這樣講的啊 那我就在練啊 等一下 是來火車進來啦 又要燒一輪啦 喔不怕你這把這閃追 完啦 完蛋了 完啦 怕你想不到對面 同一個戰術來兩次 我跟你講這已經是clay最強的PVT戰術 開局又被爆了 開局被爆了 哇還跑了三台 而且還會三光燒欸 如果三光買東西的話 如果三光買東西的話 前幾天假日外 有學人直接撞電線桿 太屌了吧 幹太恐怖了吧 這感覺超恐怖的 好三台火車衝過來 又在殺 還好打掉一台 打掉一台 沒事沒事 那這樣子應該沒有人在燒了 但是PARTY 現在這邊 他等一下這閃追一定要跳到東西 跳不到他就輸了 他這就是那個 火車開遇到閃追開始 如果火車燒到的話 那閃追就非常非常難 閃追跳不到 基本上就可以跳了 這把有兩VR嗎 你可以把時間點找出來嗎 這位兄弟 我在看喔 沒事我滑一下 他有一個VR 然後他有一個DT 然後他下了第二個VR 喔 那應該是有 因為他那個吸血賽 都是有深深的影響 他這邊被拷爆一個VR 才一次下兩個欸 這算嗎 算啊 算 算吧 所以這樣子算嗎 沒有他那個BOSS3 我記得都打得差不多 不然你再往後拉 其他場人 就走那把 就走那把喔 那種上來被拷爆的VR 所以他為了趕進度下兩個VR 我覺得 你覺得算不算 來來來來 你覺得算不算 我覺得這一半一半欸 喔 我覺得他是符合我們的 我們的題目的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 但是那個情境不符合 你知道嗎 不行我覺得這很像面飛面 裡面那個小 那個貓耳朵你知道嗎 欸欸等一下等一下 吧陰 paying發發了 跳上去 把坦克跳了 再追隨先全部殘血 萬果真是美撲的操作 欸他是飛耳朵 跳回來了 你看到現在 還沒有 還沒有那個打針 他上去秒 坦克在後面有 唉唷啊好痛 沒辦法他追劣殘廢了 被烘到真的ится 可奈你看上面又沒有坦克,他沒有基點 他又要把坦克運下來了 運下來中間又被跳了很多 Potting的Blink真的是尬 又在轉,這已經轉很多回來了 講到一下這局面已經是Potting好一點了 這頭追雷現在完全不死 然後也不做交換,絕對是Potting好 繼續,他下一秒就要跳上去了 我跟你講,應該是不會 繼續蹭,繼續蹭 不會啦,這樣你會不喝珍奶的 是這樣嗎? 怎麼跟我聽說不太一樣 他每天喝珍奶嗎?他不喝的吧 你要確定耶 我記得要不喝的 你要確定耶 跟我聽到不太一樣喔,你要小心點喔 這樣有不會喝的 還是你的意思是說他不會捨得跟兒子拿錢喝珍奶 對啊 我跟你講,他捨得 他捨不得啊,他剛剛都買了一個這麼好的禮物 他岳父都送他一個這麼好的東西了 他怎麼捨得跟我拿錢 對不對 好,看這邊投了一船槍兵出去 轉槍兵 他想要拖一點節奏回來 因為家裡其實盾牌跟打針才剛開始在升級 真的,而且這個打針牌要很久 但是Potting這邊走的是VB耶 對啊 好吧,走VB的話那還行 因為主要是Clap沒有鍍壓啦 如果有鍍壓的話走這個VB 我覺得就不是很好的選擇 等一下,我要看那一船兵 那一船兵到哪了 來了OB,過來你看 這OB貼的回家 而且有電池 快走,太不走不要走了 跳上來 喔,跑掉了 等一下,你現在幾秒 8分14,15 你幫我3,2秒 20,21,22,23 20OK 老五糖 可以不要喝那東西嗎 老五糖是什麼 黑糖珍珠奶茶 黑糖珍珠奶茶 所以黑糖珍珠奶茶跟普通珍珠奶茶差在哪 它比較甜 就是有黑糖啊,你在說啥呢 一般珍珠奶茶的珍珠不是用黑糖泡的 不是,是它裡面可能會再加黑糖 它珍珠奶茶裡面會再幫你加一層黑糖 正在那個香氣 奇怪,我怎麼覺得還是有可能猝死啊 是我的挫折嗎 有機會啊 因為你看 Clan這邊的部隊是用坦克 所以只要給它架這個口 趴頂是很有可能會沖一個很爛的一個口 上來再吃它的追獵 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 這邊還在操作 我覺得怕你追獵死有點多欸 有點多啊 好,這邊要出來 先蹭一波 欸它想包起來 但它後面的追獵還沒到喔 等一下這兩個坦克下很強 上來硬跳追獵 這巨蛋開始在冷靜操作 但是扣不了啊 這巨蛋打不動光頭啊怎麼辦 哇 它剛剛本來要包夾啊 但它下面的邊其實還沒到啊 對 沒事沒事 Clan回家了 欸沒有 你覺得你回家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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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連我都騙 真的 它騙了你 它連我都騙 哇這個追獵好兇 好兇 哎呦 人靜操作 尬的啊 哇 Clan這邊沒有3GD欸 那Clan現在超級大獵 Clan本來現在打一個兩礦一波 結果沒想到過來 發現什麼屁都沒打到 但至少把人靜給炸了 欸欸欸欸 欸欸欸 我跟你講 怕你這波打不過喔 而且有機會走不了 對啊 看怕你居上甩 甩 還行還行 哇 Clan現在就這兩礦一波了 然後這邊就看怕你 喔有 喔這主礦的那個喔 哇 直接飛出去欸 這就忍住嗎 這就忍住嗎 我剛剛說它沒有3GD 它自己直接把主礦飛走 就被三礦 直接飛一個給你看啊 我太牛逼了啦 我沒3GD是吧 OK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用飛 飛一個過去不就有了 飛一個過去 等一下 趴琳這三個巨像欸 它也太有猛了 GG 換天 哎唷 神山頂倒了 大家倒了 瘦很久了 神山頂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公館最有名的 已經倒了 但是 有號稱 就那時候它 剛倒的時候 有人去 頂它的位置 然後號稱都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然後呢 然後沒有然後啊 剛喝起來不像是嗎 沒有這是一模一樣的 對 喝起來基本上應該也一模一樣 然後 後面那個倒了嗎 還沒倒 但是客人沒那麼多了 為啥 因為它就 它就不是本店啊 它就 它就不是本來的老闆啊 你懂嗎 嗯 哦 它就是來賣一樣東西 好像 是 號稱是老闆的分家之類的吧 但是 反正就不是本來的老闆 嗯 好像啦 我不太確定 其中的故事到底是怎麼樣 好吧 OK 三場打完 show time show time show time 好啦我們休息一下吧 晚點回來 快點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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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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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m又是一個仙氣喔 你又要放戰術了 左下角藍色的是Clam 其實我覺得這個Clam他看起來想太多了 其實最近人族有太多那種很特別的開局 你知道嗎 所以神族最近的流程其實已經被特化的就是很 很奇葩了 就其實已經不是那種很標標準準在打的 所以其實你最近你反而你有些很正常的開局 其實你是對神族可以有很多的 就是傷害這樣子 OK 我什麼時候可以看到有人在家裡放五個兵影歐出去 兵影歐出去 我跟你講再久一點就有機會了 真的嗎 我不信 沒有我跟你講其實那天 本來要不是本來那時候那個叫什麼 誰是比賽 Q打中嗎 對我本來想去建議他要放在中心裡 我想算了 我想畢竟是中哥哥 我不要去害他好了 我就說你信不信你放這東西絕對把他中給嚇死 嚇死跟打死是兩件不一樣的事 我就說你絕對把他嚇死而且很有錢把他打死 OK 這邊又是一個 反正科技很快啊 Claim這邊 野兵贏了 山兵贏了 這Claim應該是要打一個投火車隊 單礦投山火車的一個流程 哦那個啦 七鄉山火是不是 對對對 這也是Claim很喜歡用的一個流程 但我覺得這流程不是很強 但是反正他喜歡吧 那就用吧 這個戰術我當年是在那個啊 Cue我身上 不是啊 Cue我身上看到的啊 幹嘛啊 我自由之意就看到阿吉在用了 沒有我說最近 最近比較出名的選手 在比較高 高 我覺得阿吉的賽事很高水準啊 在GISO上面 我記得 欸 是GISO 反正也是比賽 我記得 Cue我忘記打誰 ZESO之類的 然後在那個上 你知道 左邊右邊 很白色那樣地圖 一記就不見了 然後有個島礦 有個島礦 然後左下角是一個紅金礦 那個 那個白色地圖 哦 天然與工業 對對對 在那樣子我看Cue用出來 那樣子打不掉嗎 沒有那是打地爾吧 哦 那有可能是地爾哦 打地爾 打地爾我想起來 因為那天地爾要放一個什麼 兩況暴風 我在跟他看的時候 我還說 哦 good good 然後他上來先被這個 其他傷口燒成小孩麻痺了 然後我就說 oh shit oh shit ok 啊不是 PARTING生病耶 啊對啊 但是重點是 可能不會下來啊 PARTING我覺得上不去啊 然後PARTING家要爆了啊 真的嗎 但他只是火車走下去也完了 他家裡要爆炸了 他家裡要爆炸了 他要爆炸了 他要爆炸了 他全家又沒了 但是PARTING家應該也炸了 其實不一定 看 看 看處理有什麼樣子 看對殺吧 其實PARTING第二輪兵應該要可以刷了吧 他刷家裡 PARTING刷家裡 很痛苦 而且又點一個電池 OK啦 手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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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騷擾的嘛 對 就是打那種騷擾型開決 但PARTING這種開決 最怕什麼 這個人真的只是把門瘋了 然後就開礦了 你知道嗎 可能說PARTING這個 針對型的打法用的還是挺不錯的 他又會說 哎呀 這Clan不懂遊戲啊 沒有辦法 他不是永遠都說他是那個嗎 META的創造者 對阿 嘿嘿嘿 上來鎖 好像可以跑 應該可以跑 可以阿 哎呀 家裡的爸爸來了 哇哇哇哇 兄弟來了 兄弟來了 好吧 疊一了你 慢走不送啊 Clan 886 我總覺得這波可以打得更好 可以 但是沒有 沒有發生我們就不用討論了 所以我感覺PARTING可以打得更好 他剛剛操作有點怪怪的 哎呀 美服啊 也是 對 也是 他連在打美服都把NIP0PIN秀到爆了 NIP是你的問題吧 他0PIN還可以 一個補球 在靈界裡面割屁 沒有沒有沒有 有時候那個追雷擊我這件事情很玄玄 那一波 那一波我真的覺得 沒辦法 他輸了活該你知道嗎 不可能 真的嗎 就是 就是 他打美服NIP0PIN還發生這種事情 沒辦法 發生了就發生了 但沒有辦法 沒辦法 意外就來得很突然 也是啦 剛剛Clan 解放者加到PARTING二礦 看到這麼多農民 睡睡念的一聲 都涼透了好嗎 我跟你講這場如果不是什麼2比1 他走就跳了 你看他的臉 你看他的臉 逐漸扭曲啊 他想跳但不能跳你知道嗎 你看他剛剛嘆了一口氣 他要是不會洗吧對不對 他現在那個 嘴上就是那個S的 法文的髒話有什麼 聊天室有沒有學法文的教一下 我只問那句啊 哪一句 普通 普通 哦 那不是法文吧 那是西班牙文吧 是嗎 那不是Special教我們嗎 那不是DNS教我們的嗎 我不是DNS啊 可是DNS當時也在啊 算了我下次等PG做狗 我下次看到PG做狗我再問他好了 PG做狗是法國人嘛 你就這樣想嘛 好吧 那是法文喔 看到了嗎 我跟你講只有法文 我跟你講只有法文 那麼 那麼Gentleman的在罵人 哦 這波這波 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我們 台語也很Gentleman啊 他也知道Gentleman 我覺得台語很Gentleman啊 你是不是沒有 聽過這一件開麥 他那個 他那個 他那個表話就很有台位 你知道嗎 沒有 好像有 他那個表話就很有台位 你 他那個罵 他那個罵三字經 真的是很傳粉 你知道嗎 西班牙是普塔 哦這普塔 我知道 我看不去 我剛把普塔跟普塔 很長 很長 普塔不是講Bitch的意思嗎 不要講白痴 我們搞不好有外國人 不是啦 海灘啦 我發音不是很標準 我說海灘 不是你 哎呀 你要發點這邊 正面這一坨先扛一下 而且他好像應該有看到Gentleman出門 所以他直接出來先撿 不要慌 他是Party 我剛想說 有沒有辦法 把那槍兵隔了 然後把它吃了 哦 畫一下好像算了 這追劣看起來有點垃圾 對 不要不要 要是他前面有個四五個狂戰士 那應該就可以了 他就衝上去了 對 Clan感覺沒了 不用感覺 真的沒了 幹嘛幹嘛這一波 這一波 你看 你看他被坦克擺紅了這幾下 等一下這坦克有點挑 我就問你怕我怕 而且 碉堡在蓋了哦 這就是真的 你家降到我家 這就是人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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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解放者來了 不好說了我跟你講 Party沒有VC哦 沒事沒事 這局面危險 這真的危險 我跟你講Clan的 打針要好了 而且有碉堡 有解放 我跟你講這局面真的微妙 這局面趴力 這個解放還要加進家裡 這個解放還要加進家裡 那就是 碉堡鞠蓋 鞠蓋 對就這樣子 這就是我推崇的打法 欸 趴緊上了 趴緊不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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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坦克 瘋狂輸出 後面又來了一台坦克 這邊有四台坦克 但你剩下兩個具象 好像不太夠啊 又打針了 喂 有請說 我有點動嗎 沒有 我在看你精采的表演 沒事沒事 這波超級電池開了 這波超級電池開了 這波超級電池開上去 這波超級電池開了 為什麼趴緊贏了 看起來好像輸了一樣 他用什麼臉 很不爽嗎 他你的自己表現太差了吧 他現在想的是 啊洗吧 等一下送你打Duck 喔沒有 Chip還沒輸 我啊 打Tips覺得他上次打Duck會贏 蛤 他覺得都是他重組陪練們的錯 不是嗎他採訪不這樣講 他在嘴炮喔 我跟你講啊 他在嘴炮啊 他反觀就看看就好了 真的嗎 我還不了解他嗎 如果這樣很真心欸 沒有沒有沒有 我還不了解他嗎 你相信我啊 他不是說他要公佈那個人是誰害他的 是不是你老實講 肯定不是我啊 怎麼可能是我 真的不是你嗎 我跟你講 他的前面也就那幾個 Joy又不會跟他討論 我跟你講我跟你講 我都是 我上來居然覺得他輸了 我都會跟他說 你會贏 你知道嗎 我都這樣講 你一定贏 我都這樣跟他講 對我都這樣跟他講 肯定打NK啦 打NK 打NK 那我現在希望他 我現在希望他奪怪 然後公佈是你了 哈哈 我跟你講你踩了 我真的讓他公佈是誰害的 下次不可以他練 下次不可以他練 哈哈 哈哈 我跟你講他就當哪位 大哥跟他講說 他打NK 要打死大可 沒有吧 我都 不是他那時候在練的時候 我就一直跟他 我就一直跟他說 你知道很難打 我跟你講我那個時候 才剛熟悉大可那個打擾 他都不停垂死我了 垂死我了 我那時候剛開始有變 大概不已經承動了 我其實講道理 但這比賽真的看起來真是平衡 不錯啊 你看這個GSL也很平衡 這個GMAC也很平衡 這是不是史上最平衡的版本 孔子都奪怪啊 孔子不一定會奪怪啊 搞不好說我狗幣啊 孔子奪怪啊 然後八強平衡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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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比一正勝的Clan 基本是四場 我也說那馬就是第一把 上來被火車燒到媽媽都不認識 那沒辦法 那Clan後面屢勢不爽 還想再燒 沒有 不是屢勢不爽 那叫江龍財經 沒有別的殺招了是不是 沒東西 其可樂的GV啊 就是你們如果最近有在Follow的話 你就發現他真的就兩套 一套是 導彈車 就是上來單框 然後出兩台火車 或是不出火車 直接出導彈車 然後 打一個兩框兩兵贏的坦克推進 第二種就是火車燒完一個人 就打一個坦克推進 好 OK 什麼什麼坦克推進 什麼什麼坦克推進 什麼坦克推進 什麼坦克推進 趴琳要多怪 不行我覺得 趴琳打不過分難改 不是啊 趴琳很衰啊 如果他真的 他真的待會等下是遇到Duck 然後上去又遇到Sero 如果他真的贏了 我跟你講 還沒氣死 他覺得爽死 為什麼 如果說他真的贏的話 就是如果真的遇到Duck 又遇到Sero 他真的如果能多怪的話 他一定總是不錯 我覺得不太可能啦 歷史已經告訴過我們了 一個神主 不可能在一個半戰裡面 同時擊敗兩回頂天同組 除了你對面是誰啊 對阿 對阿對阿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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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尤其趴琳又是那種 就是 一個戰術 其實他是放戰術習的 他不是說 像什麼Sace那種 就是 打後期的 那還好說 你知道嗎 他就是5分鐘離播 10分鐘離播 15分鐘離播 對阿 可是Parding現在 我上次跟他交流了一下 因為他本來跟他打Rogue 所以跟他交流了一陣子 他提到他的後期真的有支持 對阿對阿 他覺得他打Rogue了 是轉大阿 他覺得他打Rogue從來沒輸過 可是好像是耶 的確最近看起來是這樣 好 這邊看一下Parding的訪問 那 休息一下 對休息一下 那待會回來就是 今天最後一場對抗 由這個 Chap 要大戰 Dark はい 所以 今天 這是 Clam Clam 是 oh yeah so parting says he wasn't really so much worried about clem as he was about himself and like being able to play his best because okay well and he's kind of like he's kind of sleepy drowsy and also because it was cut you know the lag is always an issue and he says that yeah his micro was really bad today which is uh kind of unbelievable but there it is all right okay thank you loving uh body yeah so obviously uh start out in game number one and kind of things 很好,很快 Game 2 didn't receive damage taken initially But it did feel like Clemco took control early And you had to dig yourself out of that hole So how did that play out for you? Were you worried at all? Were you confident in your ability To take it to a macro game from behind? It was a game that I started very unfairly But, I stopped the game being able to beat the game So, I still had some confidence that I could have fought it 有信心是有信心吗 我只是在这一场比赛时 因为一场比赛时 因为一场比赛时 一场比赛时 我太累了 所以我准备了一场比赛时 但我真的不在这一场比赛时 比赛时还好 所以我真的 我真的 在这一场比赛时 他在这场比赛时 所以我比赛时 我比赛时 Parding says, in Game 2, he was still mad because of Game 1 because in Game 1, you saw he basically just... I mean, he said he was sleepy, but also just because he got beat up so hard one-sidedly and he didn't get to play the game he had planned. So in Game 2, his mindset was, I'm going to kill him. And that's sort of why he was able to come back from that bad situation. Okay. Zigi? So after the first game, or the first two games even, did you start to actually pick up on the fact that Clem was always going to try and, like, one base or give some early aggression to you? And in the first game, Clem is going to try a quick tech, or the first game, do you expect that to play a game? Well... I felt like Clem is a little bit smart. I knew Clem is playing a game. I knew Clem is playing a game. I knew Clem is playing a game. I knew how to fight against me. So... I had all the plans to prepare for the game, but I didn't do it. I thought Clem is playing a game. I knew how to do it. I knew how to do it. Yeah, so playing the games out, he realized, man, Clem is a smart player, and he knows the proper way to play against the player, like Parting, like himself. So he did have some stuff planned for later maps, but he basically just changed the... he just changed his plans and just decided to react to what Parting was doing. Damn. Nice. Sorry, we talked back to what Clem was doing. Yeah. Right, right. Anymore, ZG, are you good? I'm good. Cool.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Parting, for joining us. Final thoughts before we let you go? Yes. And what do you want to talk about what you want to talk about? Uh...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fans, the fans, the fans, the gamers, the f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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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who is your daddy? Well, don't worry, Parting. I was the only one that predicted you here on this desk. Thank you so much. Uh, Ashley, 最後一問,誰要玩? 最後一問,誰要回復? he's always good to talk to and there he goes moving through into that round of four good for him of course we now have one match left today we are going to a break and when we return it will be a big match here as we have trap going up against dark to find out that last member of the round of fou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